看完半導體 我們來關心傳統產業 就是鋼鐵 鋼鐵產業到底要怎麼看 因為最近謠言滿天飛 有一說是說 俄羅斯非常便宜的鋼架 透過貿易上已經轉銷到台灣 而且這個價格 平移到低於市場成本價 把我們整個台灣的鋼架整個拉低 也會拉低我們整個獲利的情況 摩博士 這是真的嗎 真的 真的喔 怎麼可以這樣 俄羅斯的鋼材請銷到台灣了 這個是報章雜誌上 已經有確認 而且有幾單 大概有十幾萬噸左右 有進到台灣來 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該這麼看 台灣不買 我們可以做什麼動作 反請銷 制裁他們 所謂反請銷是銷售國 它有取得它國家的補助等等 這是違反那種貿易的 所以我們可以告它請銷 但是俄羅斯的人 我寧可虧錢來賣 他沒有犯法 沒有違法 我們台灣也沒有 現在只有道德勸說 不要去買俄國的 但是問題是這樣 這很難買東西便宜 我們不買 越南買不買 買 東南亞買不買 買 他們生產出來的鋼鐵加工品 比台灣的便宜 我們台灣生產出去的 價格又被買下去了 我們的產品很多是銷售到東南亞的 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你不買 你會吃虧 他就買吧 所以就有一批進到台灣來 價格就開始跌 對 你看翁董都說了 脫離鋼價的合理生產成本 他願意虧錢賣 對不對 他因為受歐盟或美國的制裁 他的鋼鐵產品必須要找出口 只好低價傾銷 所以這樣整個中鋼的業績 會受到很大影響嗎 其實還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看一下 這是7月19號 標題這麼慘 中鋼拉扯 淨力腰殘 中鋼在6月份 他的稅錢淨力是42.97億元 跟去年同期來比 減了大概50%左右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嚇人 但是我們注意看一下 第一個42.97億元 你給他除以30天 中鋼一天還是賺1.43億 這跟他過去比 我在中鋼的時候 一噸鋼大概賺20塊到30塊美金 就很好了 我們算一算他賺多少 6月份中鋼銷售額 是120.9萬噸 淨力是42.97億元 把它一除 大概每一噸還賺117塊 你以前說算2 30塊 對 現在賺118塊 你說好不好 不錯 可是比預期來的差 比去年 因為去年那個鋼價是 歷史上以來比較奇怪的一段時間 去年是非常好 中鋼財務副總他講了幾件事 第一個 鋼品的銷售量 較前一個月減少1.6萬噸 這代表著需求有一點減弱 銷售的單位成本漲幅 大於銷售單價漲幅 意思就是說 銷售的價格跟生產成本的價差縮小 所以利益會縮小 但是整體看起來 一噸還賺118塊 很不錯 現在看起來是很不錯 但是展望未來 需求到底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一些原物料的一個走勢 鐵礦大概從 大概2 3月的時候 大概是最高點150塊錢 然後逐步的往下走 現在大概7月份的 半個月的均價大概是107 7月19號價格是98.3塊 昨天的價格是98.5塊 好 鐵礦大概是100多塊 焦煤我們看就是 金塘港的提貨價 因為它這個價格已經包括了 港付費 進口稅 增值稅等等 全部17%都加上去了 是2950塊人民幣 換算一下大概是437塊美金 我們用這兩個價格 來估一下 生產熱壓鋼捲的成本 大概一噸是670塊 670塊 好 最常是台灣從 2021年1月到2022年7月 熱壓鋼捲的走勢圖 它最高點的時間 是在2021年的5月 大概每一噸 大概是31500塊台幣 大概相當於1040塊美金 然後從俄乌衝突以後 就在這裡 從823塊美金漲到大概980塊 俄乌衝突都傳暴漲 對 大概一個月裡面漲起來 大概到4月以後 它持續了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慢慢往下走跌 這個地方開始走跌 可能就是俄羅斯鋼鐵 進來的那段時間 最近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中鋼8月份的盤價 下調1200到2000塊 但是事實上 中鋼是有一些折扣 還有低價的策略 事實上它是下調了 大概3300塊台幣 算很大的一個 對 何進鋼9月份的盤價是下跌 大概100塊 寶鋼大概降200塊人民幣 所以看起來這個價格 往下面走 還是繼續 感覺會繼續 我們再回顧一下 6月份的均價 大概是26500塊 換賺起來大概是 883塊美金 剛剛前面我們有說到 中鋼每一頓賺118塊 我們從這個地方看 6月份它中鋼的生產成本 是765塊 那個時候的鐵礦跟膠煤的價格 也是比較高的 現在的價格變低了 就這時候 就變低了 所以它的生產成本670塊 即使鋼價售價往下跌 它的利潤還是在 所以你一定要強調說 中鋼其實目前的狀況 沒有那麼差 對 它的利潤還是保持在那邊 但重點這樣可以hold多久 我們待會兒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中國 好 中國的價格 看這個圖就知道 也跌得很厲害 中國的價格 從6月6號斷腸時 開始一泄千里 不管是熱壓或鋼筋 大概從6月6號開始跌 這裡有一些貓膩 有貓膩 一般我們這麼看 熱壓的價格應該要比鋼筋價格要高 熱壓本來應該比它貴 可是現在鋼筋價比較貴 對 很奇怪 一個4千 一個在3千7 差200塊 為什麼 這表示有人在承接鋼筋 前一陣子大陸不是說它的房地產 爛尾樓事件 爛尾樓很多 現在是不是中國政府有給這一些建設公司 有一點壓力 讓他們趕快把爛尾樓給修好 所以有人在承接鋼筋 從這個地方有一個訊息 很重要的訊息 大陸的房地產有在復甦 大陸的房地產有在復甦 有人在接要準備去蓋房子 要修補這一爛尾樓 因為你鋼筋不會拿去做別的東西 所以進一步來看大陸的經濟 已經看看好像有一些曙光 房地產開始在穩住它的意思 應該是政府有給一些壓力 開始在炒房地產 就是讓他們復甦 有沒有 看我們的節目 可以得到很多專業知識 從鋼筋價格比熱壓剛還要來得貴 看得出來可能中國的房地產 正在復甦當中 有人在接盤 另外我們來看 這是在東南亞的部分 東南亞沒有大型煉鋼廠 應該也會接受俄羅斯的 這些便宜的鋼材 沒錯 東南亞地區是比較奇怪 因為它的一些鋼鐵工會的會員 都是貿易商 仲介商 所以他們希望取得 比較便宜的原物料 還會算錢 他不需要說去幫它的 不希望政府去設立那些關稅 所以他要買便宜的東西 所以它也成為 低價鋼鐵傾銷的市場 然後看從俄乌戰爭以後 它慢慢慢慢的往上漲 但是漲幅不是很大 大概4月26號到5月10號 這個時候價格就距跌 這個時候也就是 俄羅斯剛才去傾銷的時候 到目前它價格來到630塊 美洲地區 美國 我們看到俄乌戰爭之後 一個月之內漲了520塊 然後從大概也是4月以後往下跌 也是跌到戰爭之前 當然它跌的原因是因為通膨 跟升息的結果 好 這個歐盟 歐盟也是因為戰爭 然後戰爭以後 在短短的大概一個月之內 漲了500塊 然後慢慢慢慢的往下滑 這個往下滑的原因是因為 所有的資金都拿去做能源 所以它能源價格很高 所以它沒有多餘的資金可以去運用 鋼鐵的需求就減緩下來 所以價格一直往下跌 印度這個比較好玩 就是說俄乌戰爭開始之後 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 是的 俄乌戰爭之後 它的外銷的價格 這一條線是外銷價格 外銷價格就漲了大概335塊錢 後來因為俄羅斯的鋼鐵開始傾銷 它價格又開始跌下來 跌到比俄乌戰爭之前 低了大概200塊 大概是這個狀況 翁董其實還是滿樂觀的 覺得應該年底旺季還不錯 我記得牧師之前也滿樂觀 但是現在你變了 你覺得牧 明年春宴才會來 今年不要再等了 是這樣嗎 董事長有他的看法跟觀點 但我們要有自己的看法 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只要俄乌戰爭沒有結束 對俄羅斯的制裁沒有停止 那個能源的價格依然很高 所以對鋼鐵的需求要回來 還要一點時間 目前俄乌戰爭的情勢 似乎越來越明朗 外銷也預測大概到年底左右 可以結束 年底結束以後一些重建的工作 重建 鋼鐵非常需要 對 大概要那個時候才能夠複數 我的看法大概是春天來了 春天就回來 年底戰爭結束 明年春宴再來 好 謝謝我們博士 很詳細的分析 我想投資人的觀點 會非常關心的是說 明年春宴來了 鋼鐵股怎麼辦 正銜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 其實投信一直在買鋼鐵股 他們看到了什麼 從三個禮拜開始 投信開始買超中鋼 中鋼 以及大成鋼 可是剛才看到了 中鋼的狀況是不好的 而且投資的獲利都往下調 中鋼大概今年普遍來看 大約在估2.4元 中鋼大概估1.5元 這樣數字給你們做參考 所以在買的過程中 大家不太認同 為什麼 因為本益比看起來不夠低 但是有一個族群來看 大家就覺得這個本益比 真的還比較低 這就是不鏽鋼 在配合不鏽鋼最近 有一點價格的一個反彈 第一個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華新立華 這個曾經漲到50塊錢 最近回漲的時候夠大了 為什麼在這邊可以注意呢 因為不要忘了 他要辦現增 他要辦現增的股價 就在這附近 所以他不能讓自己的股價 再往下跌了 第二個在2027的大成鋼 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他召開了一個法說 沒有人調降他的獲利 調降獲利是多少 7塊錢 30幾塊的公司 7塊錢 當然趨勢來看的話 第三季一定會比第二季 來得不好 但是不要忘了 我說了 第二季財報的時候 會有一個短多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硬要在 鋼鐵股裡面 要跟人家搶搭反彈坡的話 我認為不鏽鋼的族群 會比碳鋼的族群 來得可能更有力道一點 OK 這邊是不鏽鋼 這邊的一個分析 謝謝政賢 我們先謝謝說不定 除非來賓的這個分享 大家真的發現 投資股市就是世世難料 行情轉你沒有想到的當中 又不斷地在成長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危機 裡面也有很多的轉機 我們會繼續帶大家來 掌握最新的發展 下禮拜再九年一起來開趴 Bye Bye Ch mall 級說不定 我還是得不曉得 走不定 我還是得不定 我還是得不定